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106年度苗栗地区普及服务实地查核工作 107年8月9日 委员们到访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温水游客中心 了解当地数位应用及电信普及对国家公园的注意和影响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詹廷怡 协同委员们与国内电信业者 在苗栗县泰安乡中华电信机房 听取苗栗县电信普及服务建设情形 根据中华电信公司苗栗营运处的报告 在苗栗地区目前已在150所学校 建制完成有双向300M的宽频服务 对拉近城乡教育落差有极大的帮助 此外透过电信普及建设的协助 苗栗县政府也积极推动智慧城市的应用 让民众在生活及产业发展上 享有更大的便利及创新应用 我们要进行106年度电信普及服务实施成果的 不经济地区电话服务品质查测 在泰安机房随后进行试化服务品质 波接测试和相关设备的查核 经过工程人员波接国际电话的操作 每一支电话都顺利通过测试 波测成功 以上选接各业者波接国际电话 全部波测成功 谢谢各位委员想关及卫兵 谢谢大家 包括建设各个WiFi到偏乡 然后宽频到偏乡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包括行动基地台 包括固定的行动基地台 移动式的行动基地台 针对偏乡有可能造成的这些紧急灾难 恢复通讯的这个通讯的基础线色的需求 我想通常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委员们随后到访泰安乡温水国小 这是我培育在地子弟的百年学校 小学生以热情的原住民舞蹈 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这里了解数据电信 接取普及服务的现况 并且实地进行上网查核作业 了解苗栗地区中小学宽频上网的速率 第二次下载注意测试 35.5Mbps等于284Mbps标准 我们常说教育不能等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也期待我们的电信业者 他们在能力所及的范围里面 可以协助我们做这些部件 所以我想包括中华电信 或者是我们其他业者 大家的一起的努力 这点我们当然是非常感谢他们 那也希望这样的努力 是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偏乡的儿童的学习 他们可以更方便 然后当然也包括我们偏乡这边 其实民众也都可以分享到 这些电信的基础设施的福利 除了宽屏上网测试通过外 NCC普及服务基金所补助的公用电话 也由委员拨打各家电信业者的免付费电话 以以进行服务品质查测 行量的部分有时候需要有一些 比如说数位落差的部分 或者是有其他的公用的需求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这种公用电话 不管在学校也好 在医院也好 在比如在军中或者在其他公用场所 都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补给服务的部分来讲的话 公用电话还是有它一定的必要性存在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近年来积极推动数位国家创新经济方案 和前瞻基础建设数位建设目标 努力在不经济地区 投入普及基金的资源 缩短城乡数位落差 学校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场域 所以宽屏其实要带动的就是 不管是教育或者是生活 或者是医疗等等各方面的应用服务 我们希望普及服务 跟前瞻基础建设 都能够继续的加速的往前来推进 让台湾可以尽早的来进入全面宽平的社会 其实在偏乡 在比较这个非经济地区 它的这个禁用的这个 就是容易禁用的这种程度呢 确实已经接近城市了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面对网际网路和科技不断进步 台湾偏乡更需要投入资通讯能量 106年度苗栗地区普及服务实地查核 NCC委员透过两天密集的行程 了解布经济地区电信普及相关建设和应用 由于建制相当完善 台湾乡长及当地居民 特别表达感谢 是 剩下这一位 这一位 那我们就是第一个 4个 5个